府后街护城河畔重建后的公共厕所 外观以耐厚钢材质打造 独特的材质与设计师的巧思 不仅将建筑物融入护城河美景 更带来无臭通风又明亮的环境 内部更领先全台装置了免制马桶 带给民众最舒适的如厕环境 那新屋市在我们同仁的努力之下 我们争取了两千多万的经费 在我们新竹好多的公共建设的景点 做公厕的改造 那今天我身后大家所看到的 这就是我们护城河畔的公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公厕 它不仅兼具美学 而且它的设计让整个公厕 空气非常流通 异味的问题已经都大幅度的改善 我们认为一个进步的城市 公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改造计划 率全国之先 我们在这个公厕里面 打造了这一个免治马桶 那我们希望让我们所有的外地的朋友 以及我们市民朋友 在使用这个公厕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新竹市政府的一个用心 奈后钢材质比钢筋混凝土不容易稀臭 通风的环境也引入自然光线 将全部马桶升级成 坐式的免治马桶更方便长辈 无障碍厕所也让亲子 生长民众能够避免许多困扰 新竹市未来也将努力改造各地的公厕 给民众需要时更好的环境 我想整个公厕的设计的部分 它的上层 那有特别考量到整个风向 以及通风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说 上面那个三角形的部分 耐后钢的部分 它其实是一个通风的设计 那么下板的部分呢 我们也特别在排水的部分 以及通风上的流动上 特别做了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努力 所以让整个公厕的部分 能够达到明亮 以及它能够通风 那减少掉很多 大家对于这个我们一般公厕 比较湿 或者比较感觉上比较阴暗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我想耐后钢的设计 其实主要的目的是 让后面在尾管上面呢 比较简单 不用在几年的时候 又重新再做相关的烤漆 那也配合整体 整个景观设计的部分 用一样的材质 让它融入到整个规划景观环境里面 独特的外观 加上超实用的内部环境 护城河畔的公厕 不仅翻转民众 对于公厕 实施臭臭的刻板印象 也期望吸引更多的民众 来市中心走走逛逛 享受河畔绿郎 也体验全新的公厕 凯破新竹 陈洛宜红蔡文起采访报道